最近在小区里面散步 我们小区有很多的桂花树 但是就看不到花苞 也闻不到花香 真的就觉得怎么搞的 这中秋节都过了那么久了 桂花还不开吗 很多人也关注到这一点 也都在议论纷纷 其中有老人就会说到 如果这个时候桂花不开花的话 预示着今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冬 刚经历了爆热 连续50多天的高温日 后面的冬天将会是一个暴冷 真的挺吓人的 当然不管老人怎么说了 很多说法来讲的话 不一定应验 但是从桂花这种花体 它不开放是有一定原因的 背后的科学原因 应该也预示着气候变化的原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